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 週四宣布成立一個 由15位共和黨議員組成的中國行動組 審查國會對中共的政策 並反制中共為全球帶來的跨領域威脅 其中包括調查中共在本次疫情大爆發中的所為 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週四表示 鑑於中共已在各領域對美國構成挑戰 包括當前疫情危機 他宣布成立一個由15名共和黨議員 組成的中國行動組 全面審查國會對華政策 並在10月提交報告給出建議 一年多來 眾議院兩黨領袖 一直計劃組成一個跨黨派委員會 監督國會對華戰略 但民主黨在2月份退出該計劃 麥卡錫認為中共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現 反映了其一貫的威脅性行為模式 目前中共病毒疫情已導致美國7萬多人死亡 經濟損失慘重 美國國會內要求對中共追責的呼聲高漲 出任中國行動組主席的麥卡爾議員 主張要對疫情起源追查到底 讓中共擔責 並針對中共惡意行為全面反制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由於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 由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 成績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 回到卡爾頓